我自己人生中擁有的第一首經典歌 就是《說謊》 在這個十多年過去之後 我還是會常常的唱這首歌 我想這就是對我來說某一種程度的經典了 我第一時間想到的 都不是陳一勳的愛情轉移 我覺得經典的地方是 他唱的那個旋律線 會讓你覺得可以隨著他的流動 然後去想到很多人生的經歷的每一個轉折 華語流行音樂就是要流行 要傳唱度高 要能 make money 我會選陶澤的第一張的 飛機場的十點半 因為呢 的確陶澤在二十幾年前呢 第一次創造了華語流行音樂的R&B 開了一個華語流行音樂R&B的一個大門 我一直以來最大的心願就是可以把自己個人特色的東西保留 但是同時也顧及到市場的需求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好的華語的流行音樂 華語流行音樂給我最大的那個共鳴是情感上面的連結 這個連結是可能西洋音樂不會得到的一個連結 我最喜歡的就是我也很常唱的就是我懷念的 他的主歌跟副歌都有一些讓我很驚喜的地方 然後不像是可能以前傳統或者是A.A.B. 他的旋律也很特別 那我覺得呢厲害的人現在要寫華語進去 就是應該要又有一點那個套路的感覺 就叫耳熟能響的感覺 但是呢又要有特別的一些Hook特別的進去 編曲要搭配時下年輕人喜歡的詞 總之這所有的因素呢 我覺得需要重新的洗牌重新的交換 重新的Mix 就是要寫出一些前五古人 根本沒有人會想到要這樣寫的 以前的東西其實也很棒 Sample其實還蠻好玩的 像是我之前也有Sample一首華語的老歌 我覺得是一個很新鮮的一個做法 讓整個華語音樂都可以被更多的年輕人可以聽到 我覺得一直都是在抓一個平衡吧 當然也是想要有當代年輕人該有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大家一直在想要進步的一個東西 因為華語音樂的特色是它很重Melody 就是旋律的輕唱 因為現在時代越來越快 歌曲越做越短 傳統的華語虛勢其實是相對有點吃虧的 那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優點跟順應時代能夠同時保留 我覺得是現在大家可以去好好思考的問題 我覺得多聽吧 因為多聽你可以吸收到很多好聽的音樂或者是感人的歌詞 它可能可以豐富你自己的那個思想 也歡迎你投稿 讓我們覺得非常感動 新有期吸煙的作品 歡迎各位不論你是年輕有一點年紀的朋友 歡迎你參加第十八屆華語音創作大賽華流文藝復興 好的